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8日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請盡快訂閱和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的一段影片 請大家點讚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希望更加多人可以看到這一段影片 我們就知道警方國安處向支聯會要求提交資料 其實不單止是支聯會 其實警方8月25日已經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入三條 實施細則附表5 就向多個團體發出書面的通知 而大部分的團體都已經提供了資料 唯一就是支聯會是不願意提供的 其實為什麼警方要支聯會提供資料 提供什麼資料呢 就是警方有理由懷疑支聯會是外國機構的代理人 所以就要求他提供一些財務的資料 然後協助調查這件事的 其實當支聯會說不同意他們提供資料的時候 其實警方其實我們看到保安局已經是警告他們 如果他們真的不遵守這個43條實施細則的附表5的話 是可能會儲罰款10萬元及監禁半年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這個43條實施細則 然後它的附表5到底是說什麼呢 就是關於向外國及台灣 我們是中國台灣省這個份 政治性組織和其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動提供資料的細則 我們可以看一看附表5小弟找了出來的 就是看到什麼叫外國代理人呢 就是在香港活動符合兩個條件的 就是那個機構是受外國不來直接或者間接都好 指示 監督 控制 僱用 甚至是收取金錢或者非金錢的步驟 都屬於他代理人的其中一個資格 第二個資格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為那個外國的組織的利益而進行他所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香港人非常熟悉的支聯會 其實那個小弟就覺得他是外國代理人的機會 真是非常非常之高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大家知道支聯會這個組織 所宣揚的是什麼呢 就是宣揚這個八九民魂六四事件的 他們宣揚的是什麼呢 宣揚的是天安門的屠殺 其實我們知道這只是一個紫虛烏有的謊話 因為過往已經有十分多的實證走出來 當年天安門是完全沒有發生過屠殺的 所以其實不單止我們看到在民間或者官方有很多資訊 已經流了出來之後 我們甚至看到連維基百科都有美國的官方資訊 說當年天安門廣場其實是沒有發生過任何屠殺的 但是這個謊話支聯會仍然是每年一直又一直這樣 去延續這個謊話就向香港人宣揚這個謊言 所以小弟覺得他是在於站在外國機構的立場去做事 可以說是毫無置疑的了 現在最小問題就是看他是不是真的收了錢 所以要求他提供這些相關文件其實是非常之有道理的 但是他不單止不提高 他還在昨天一天回了一封信 就去給警方的國安處 就說這個要求其實並不合理云云 那他為什麼說是不合理呢 其實我們如果看回他所說的就是有三大理由 他說這三大理由到底是哪幾樣東西 我們就可以在這裏仔細看見 我們就看到他所列的三個理由 就是說有什麼合理的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呢 第二就是為什麼合理地相信發出一個信件是防止和偵測 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所需要呢 還有要偵測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性質以及所要求的資料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知道支聯會不是傻子來的 他其實背後有很多法律界的人在裏 有律師有大律師 當然是一些反中半港那班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看到他就說質疑今次警方的做法 是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看 其實條文裡面講的非常之清楚 就是說如果是一個 如果是規管這些外國或者台灣的代理人呢 第一件事就是警務處處長合理還是相信 所以只要是警務處處長合理還是相信 而且保安局局長批准 其實已經是合法的了 所以他所提出這三個質疑 剛才提出的這三個質疑 其實全部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其實條文已經寫得很清楚的了 而且需要提供些什麼文件呢 其實條文裡面也寫得非常之清楚 如果一個代理人是一個組織的話呢 他要提供該組織在香港的資產收入 收入來源和開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支聯會提出的反對意見 全部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提出一些不合理的反對意見 然後說是警方的做法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呢 自然公義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用來避免歧視的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在作出決定之前 可以產生任何偏見的話 這個人就不適宜參與決定的原因 但是呢 這次我們看到有法依據 而且按照大家都看到支聯會過往的行事作風 其實這個這樣絕對不是一個歧視 而是絕對有理由相信他可能是一個代理人來的 他所做的事情已經是違反香港利益在外國的利益上了 現在問題就是一定要確認他是不是真的有收錢 這個絕對是由他的資產收入和收入來源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其實他說違反這個自然公正的原則其實也是完全不合理 剛才也說過在支聯會裏面不罰法律界人士相信都不少 大家都知道香港最出名的幾個大漢家 其實全部和支聯會有密切的關係 其實他們不是傻子為什麼會提這些呢 完全是沒有理據的反對呢 其實小弟覺得唯一一個理由就是他們在說買時間拖延時間 其實這件事情小弟就突然之間有這樣的想法的原因 就是因為踏入了今年下半年 其實我們真的看到有很多香港的反中亂港的團體 是巴不得盡快解散 我們看到有支聯會甚至直至現在 支聯會都說就算他們常委被捕會員 仍然可以選出主席商討解散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解散 其實不單止支聯會 我們看到教協也是為了解散 不惜用盡任何手段 就是本身他們根本沒有權力去解散的 都不要緊 將會章修改了 然後趕著在9月11日 又召開第二次大會要表決解散 所以重點都是什麼 都是解散 612基金也都是有秩序地停運 解散 而且我們看到甚至連一些小規模的 一直在支持黑暴 支持黃絲黑暴 來這個所謂的香港教育網絡 也都是宣布解散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一件事的了 你的組織解散是否代表你當時所做的事 完全不用負責任呢 不是 因為大家知道如果組織解散了所有董事 也都是需要為組織所做的事情 是負上刑事或者民事的責任的 這個相信大家都了解的了 但是他們明明知道他們解散了都要負責 為什麼這麼急地解散呢 小弟覺得他們的目的是想 希望到時解散了之後 如果文件記錄有什麼冬瓜豆腐的話 老實說真是死無對證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想毀屍滅跡 因為大家知道香港的公司法 是要求每一間公司一定要將他們一些重要的文件 是儲起7年的 其實如果那個組織仍然存在的話 你有接頭人 有對頭人 你根本是沒有可能可以毀滅了一些證據 然後就這樣逍遙法外的 但是如果當那個組織已經解散了 就是說已經沒有人在一間組織做事的話 如果他們不留下他們的文件 又找誰去負責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根據香港公司法來講的話 根據稅務條例如果是不保留那些文件7年的話 其實會有什麼懲罰呢 原來的懲罰只是罰款而已 我們看到如果是沒有遵照法律規定保留業務的紀錄的話 包括那些開支的紀錄的話 就會被罰款高達港幣10萬元 如果那個組織已經解散了 突然之間有些文件不見了 都不知道在哪裡追的話 更加找不到別人罰錢 所以我們看到有這麼多不同的組織 他們急不及待在這個時候 他們都是想解散他們的 把整個組織解散 到底是不是真的為了 我呢 為了死無對證 為了毀屍滅跡呢 其實這件事是小弟的想法 留給大家自行做一個決定 看看小弟這個分析到底合不合理了 所以如果我們看回呢 如果警方真的要求他們自己自發性地提供資料出來的話呢 其實小弟覺得呢 看他們現在所行的方針 和他們看似想做到的目的呢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一定不會拿一些資料出來的 肯拿一些資料出來的機構一定是新武士的 新武士這幾個真是不用自意他們會拿出來 他們所做的事情呢 很可能只是呢 一直拖延著警方的要求 一直拖延著的時間 然後盡快呢 盡快呢 盡快完成他們的解散 那到時候呢 真是可以毀屍滅跡 死無對證了 那所以呢 其實小弟覺得呢 警方在這個時候呢 真是呢 不要再拘離 要他們自發去提供資料了 應該盡快找法庭頒領 頒這個搜查令 而之後呢 自行進去搜查 不要再給他們時間去處理他們手頭上的資料 因為呢 他們這幫人呢 一來不是傻子 二來呢 他們呢 所做的事情呢 已經證明了他們的心術器究竟這麼差的 那所以呢 絕對不可以排除呢 他們會用這些不合法的方法呢 來掩飾自己的罪行 那所以呢 很希望這次的一段片呢 真是可以有機會接觸到呢 警方負責那幫負責的人士 希望呢 真的可以用一個法律的途徑 強制地去搜集這些這樣的證據 然後呢 將這些呢 是為了他自己的一己利益 出賣香港的那幫外國機構的代理人呢 將他成之於發現之後呢 令他負上相應的責任 好 那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那如果大家呢 真的是認同小弟這次的一段片的內容的話呢 很希望大家幫幫忙將這段片傳給更加多的人 點贊 留言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人朋友 內疏